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您讲解第二届百灵杯 世界为期公开赛决赛五番棋的第一局 是由柯杰对阵邱骏 那么这两位都是中国棋手 所以我们中国棋手已经包揽了这个百灵杯的冠亚军 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吧 这位是资深的裁判 这画面 柯杰之黑 是的 是的 柯杰下得很快 他属于快枪手吗 对对对 平时下棋就快 是这样 那看来棋非常熟练 究竟还是他一如既往的姿势 双手扶起 非常标准 头一滴 那么这个百灵杯呢 它是五番胜负了 就是他们在合肥的时候呢 将先进行两盘棋 然后后三盘呢 要移世到别的地方继续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比赛吧 好的 这盘棋呢 我们刚才看到画面上是柯杰之黑先行 下了一个错小木 对 白棋一般情况都是站这个角或站这角 站这个角的时候会稍微少见一点 对 一般站这个角的用意呢 就是防备你有什么布局的套路 比如说我站这个角 你可能下这个 是的 我要站了这个角呢 你就不可能下成这个布局的形状了 没有这个布局了 对对 所以他还是要根据那边那个角的选择 他可以选择自己 左下角的行习的方法 比如说他可以下个小木啊 恶心位啊 他可以有所选择 至少是 手里的角 这个现在这个布局是柯杰进来长下的 我看他几乎每盘都这么下 今年柯杰的胜率非常的高 在维甲当中他上场20盘 18胜二辅 是名副其实的这个维甲胜率王 还有最后两盘都没让他上 是的 最后一盘他没有下 中间还有一盘是因为别的原因可能是没有下 但是这样的胜率实在是挺恐怖的感觉 但我印象中好像维甲有个比他更高的胜率 哦 是这样啊 是不是 是肯定吗 还是长浩 20胜二辅 如果没记错啊 太强悍了实在是 白旗线挂脚在这 现在这个也有拖的啊 这一段都比较流行这些这些这都是复古了 这都是以前很流行的东西 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流行的这个布局 现在都回来了 科捷选择家还是比较积极的 现在是不是特别流行这个一间低家 然后靠黑气差啊 这是日本那个张许最先选用的啊 有一段他直黑是都这么来 都是拆这个是吗 对 都这么来 那个慢慢后来大家也认可了 觉得他这部棋还不错 看起来张许在布局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想法 这部棋主要是因为不满于这个变化 单腿 土 尖 白旗尖 这被非压不舒服 我走一个吧 对 你这边走一个 是不满于这个变化而变化而脱胎而来的 所以他就直接拆出来是吧 直接拆出来 这样不把那个子在这地方花两手 要求一手 对 一手就就就就处理好 嗯 嗯 白旗顶 对 那他这个地方就基本上等于是一手就下好了 嗯 努力下来 嗯 那么接下来的话白旗是 除了这个跳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下滑 比如说尖顶一个 嗯 尖顶也有啊 但是现在最流行的是黑旗 白旗跳这个 现在是最流行的这个 哦 单跳一个 对 像前不久在龙心杯上就就下了一盘这个这个旗 跳一个 如果如果你要压它就搬 它搬一个 你搬 它再连搬 接下来就派回 你要退 它就粘起来 接下来呢 他说这边加工 跟这个点方 我一人一个 哦 是这样 嗯 白旗还挺好下的 是的 是的 所以现在跳的时候黑旗呢一般的正手 像锦山 就下了这 这边呢锦山鱼叉下的横并 这是正手 哦 是单并一个 嗯 那么他跳完了之后是不是要对那些 对 因为别人没压 没把你走后 所以说你也不能攻 你再回手 哦 在剪顶 对吧 长吗 还是小结 小结 小结 因为有了这个字了之后 你就小结 哦 如果没有这个字 你就可以长 哦 是这样 比较微妙 因为白旗有了日子 比较厚 嗯 你再长起来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然后再挡 这个局部是这样定性 哦 哦 这也是一个办法 白旗 嗯 实战秋竟是没这么下啊 实战秋竟选的是单跳 跳这个 是的 嗯 这是给他定式 这个是比较简明一点吧 就觉得 简明 哦 这下了 嗯 黑旗拆回来的话呢 白旗就挡下去 反正这个挡跟这边这个家是 建合 建合 嗯 黑旗一般还是要这么下的 这是局部正常的定式 对 这定式局部可以说是两分啊 但是你要从策略上来讲 我觉得还是白旗比较欢迎的 哦 是不是白旗觉得很坚实啊 嗯 一个是白旗坚实啊 躲脚又出头 还是个先手啊 黑旗没有什么明确的东西 这都没走什么东西 嗯 而且黑旗还有大贴目 嗯 是 请王老师一下定论以后 这将来是不是 不是什么呀 这个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那那个 呃 这个我这个说了就不能算数了 啊 这称不上定论 就是个人喜好 哦 我也行说白旗的 嗯 然后柯杰但是为什么他还这样下呢 这个 是因为啊 柯杰他自己他自己判断啊 自己说自称 他的布局很差 啊 原来之议就是我的中盘很强啊 对对对对 事实如此 是的 嗯 嗯 布局很差怎么办呢 他就走一些这个比较简明啊 对 没事 比较容易下子也不会吃亏的起啊 包括哪怕他吃点小亏 只要赶紧把这个布局给过渡过去啊 进入中盘那就是他的天下 啊 他擅长的阶段 我想这也是他选择这种简单布局的原因吧 哦 是这样 小飞 限制黑旗上面这个模样的发展 嗯 黑旗挂脚 对 这都很普通看 很普通 一间价 这个白旗也是正确的方向 哦 如果你要走这个 因为对黑旗那个没有影响啊 黑旗这个飞了X2 那就太舒服了 黑旗走的把子都走在价值方面 你这个对他的X2坚实的X2没有什么影响 是的 自己白旗要加 嗯 同样白旗加 你看黑旗要最笨的啊 走一个这个普通的点角 那也是两个头撞到一块 嗯 那也是都是扁的 效率不高 是的 是的 所以黑旗也一定要反加 嗯 这都是还是有有有有点性的 对 嗯 反加的时候 白旗如果说压的话 黑旗会直接点33吗 对 黑旗会直接点33 黑旗不能在麻木的背这个定时啊 再背这个定时的话 那就是白旗这个 拖一块拖吧 拖吧 拖定时拖 慢走 嗯 这样的方向啊 虽然说你好像高了一点啊 嗯 但实际上也是换它不换药 还是白旗配着好 白旗这边的性模样还是壮观 嗯 和这个脚的配合 后视的脚配合起来 效率很高 你觉得它打入都不方便了 对 嗯 而且看起来白旗下 下到了他想下的那一条边 对呀 也就是帮助破坏对方这个意图的角度也不能那么下 是的 所以说 也就是说如果白旗要压的话 黑旗一定是单点角的 嗯 如果你要挡下来 那它爬过来 嗯 这个黑旗的方向就比较舒服了 接上 黑旗这一粒 嗯 嗯 还需要补补 它就走一个 那它正好这边把你脚补了 嗯 它就把你这边 这边空也破了 它这边反正有穿二 不要紧 是的 是的 那如果下成这样 好像白旗挺落空的 就觉得什么也没走着 对 你这后视等于 不发挥 嗯 嗯 所以白旗肯定不会选择这样的下法 嗯 所以白旗也是 也变 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啊 不想让对方舒坦 都是要 不想顺着对方的思路下棋 都是 嗯 破坏对方的意图 嗯 跳这个 嗯 如果说黑旗把这个字跳出来呢 其实就还原成 就有点像 黑旗先跳这个 白旗往下跳 是 然后他飞这个 嗯 这局部其实黑旗是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局部因为你和白旗又被分开了 又你又下到二路 我还把你头封住了 嗯 但是白旗简举的是一个和外边的配合 对对 拖一个 对 拖一个 那我再跳起来 哦 那白旗还是挺满意的 走掉了冲点 是的 就是黑旗局部得分 白旗全局得分 那实际上两个人都可以接受 嗯 实战科技是拖先了 对 这是很有趣的下法 保留着各种变化 嗯 不是 因为局部不走也 其实白旗也没什么太多好的手法 他就可以 视为 挂了一下脚 你守了一个脚 对对 这个意思 这边打入了后去还占了点便宜 嗯 这个没关系 这个地方 是很自由的 这个 对 怎么下都可以 你想吃他这个子呢 吃得很不舒服 你要吃大了他会跑 你吃小了他就不跑了 然后人家这还有点之类的 是是是是 各种利用很不舒服 你走了一个觉得 你本来这个习惹肯定不会吃成这样的 你本来可能是这样或者是这样 对对 怎么也不可能吃成这个样子 嗯 所以说他也不吃了 嗯 还是占据这个要点 他就不走了 这不就实力很大 嗯 但是你要说 要是我的话 我就 我就想着看 你不走我也不走 我该走什么 还是就走什么 就相当于你把这两个交换到了 这个就是 就是有点倔强 就是 你不走 那我得走 要不然我好像就失去什么了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有点重计了 现在 这边 飞起的模样还是挺可观的 对 你比方说你还是 还是想先 对 我刚才还想请教王老师 我说这样的骑行 应该怎么消人 这个十有八九震一个都 都不会坏的 都不是什么坏骑 是吧 而且因为那个脚比较厚 你直接打入 也很善战 对对 总之这个地方要白起来先弄手 黑骑实际上是没什么东西 嗯 其实白骑这个下巴有点像 有点赌气 就觉得那个骑行啊 让你补一个我再进去 他反正也不着急 嗯 我揣摩啊 他这个心里还是因为就 就咽不下这口气 你这个怎么能不走呢 你这正常病适 你怎么就不下了 你不下我得 得惩罚你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有点没必要 有点 因为这个地方 有点斗气 有点是吧 重点啊 应该还是在上面这个模样上 这边其实价值不是特别大 你看科技这一走 其实这边的状况还是挺可观的 对 没错 你再进去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总是不如直接进去会那么从容 嗯 那邱俊呢 很自信 他觉得你这个地方我还不随便进 对 这个不能给科技围起来 给科技围起来 那就没法下了 科技都是四五楼空 效率太高 这拖也是常用的手段 对无忧角就怕人家 无忧角啊 这个名字其实有点名不符实 其实无忧角又怕人家这样拖 又怕人家上面正 所以上面也怕是下面也怕 对 那就不是那么无忧 嗯 嗯 其实它拖的时候呢 我觉得黑棋 嗯 当然有很多种印法了 比如说它藏在外面 嗯 嗯 也是可以考虑的这种下法吧 但如果斑的话 是不是被人家断了 有点心意 你现在藏在外面 这个子就显得呆呆了 就觉得这个飞的位置不好 你本来藏完就是后视 你后视上又走了一个 是不是有都 下到最后都可能会自天一幕了 所以说这个 无忧角你这有了子的时候 你恐怕不能退 当然你什么时候拖都不愿意断 对对对对 总会产生各种借用 令人偷偷的借用 如果这样它很容易 把这块鞋给跑掉 嗯 所以这个 这副无忧角的 阿鲁托是一个很不错的斑 这个退还是正少 嗯 不能给它借用 这退其实是很强的一种下法 嗯 就看你这个子 你怎么办 你敢跑出来吗 现在跑出来 我要让你吃苦头了 是是是 但是要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更中央一点 搬这个 搬这个 你要搬嘛我就退 嗯 就这样 左边也知道 就是让这个子 能更发挥一点作用 嗯 如果退的话 这个就是后 两个后有点撞上了 嗯 白旗这个子有活力 对 嗯 嗯 但是下成这样了 白旗这个二路托呢 如果说现在马上敢动出来的话 好像没什么好过 如果要搬的话 那人家 就加住吗 就加住就这样吧 正好这个子封住你的头了 嗯 白旗这个托是一个适应手的意思 很灵活 是的 可以视为本来就是你的脚 对 可以打入 这是很连贯很不错的下方 嗯 嗯 那么黑旗一间家家住 黑旗也是 黑旗你不走嘛 你比方说你要外面飞 那你要这个拖就会显得就非常的大方光彩 就一跳就刚好就活了 对 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没问题 那肯定不会死 没拖还不一定 有了拖就活了 对 这个时候就不用计较这棋子下来几步的问题了 你只要能活就挺好的 把他矿权破光了 是是是 所以说这个秋菌也很难缠 你这个走了一给我打入 其实黑旗仍然很头疼 不好估 这个刻起来还是挺冷静的 他先拆衣逼住你 先把那个字唠唠吃住 这眼尖的目数先看到 我估计也是咬着牙冷静的 因为这个很上火呀 你就走了一个 那早知道是不是 怎么还这样 比方说这样围个后面比较好 你走了一个 还是被你给打入掉 很轻松就打掉 白旗跳出来 飞一个 攻击的也是常用手法 这个地方你首先 黑旗不可能能吃掉白旗的 对 因为子还是太少了 这个要正全面对事实 是吧 白旗靠一个 这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它是靠完再贴 是吧 应该是这样 如果要先贴再靠 那他很担心 这样跳一个 把白旗全部干掉 柯节的旗本来就是力量太大 就这样就要把白旗干掉了 对 我估计是这样 而且确实也不能不说 还是有点小危险 对对对 危险肯定是有的 是 不过这个下法很需要勇气 我觉得 所以它要不然 它的逻辑就不通了 要不然现在靠你 还是单 那它就 为什么要非要先靠再贴 对 就等于说 如果说他贴的时候 他跳这个的话 就等于白旗多挖了 那你挖也亏了 是的 挖一下亏了 对 你能不挖总是不挖 对 他还是担心靠的时候 白旗黑旗会这样杀他 真厉害 对 这毕竟是 决赛呀 百里没决赛 这被杀了就完了 冠军奖金也是180万 没错 非常高 这些还是必要的 嗯 搬一个 那黑旗也是 自然也要打 嗯 要再搬的话 比如这样 人家就 人家就很容易定型 对 眼味都出来了 因为它底下飞一个 基本上是有一只眼 对 这只眼大概破不掉 这里有一只先手眼就够了 它就活了 是是是 这样搬啊 这都是很容易处理了 对是的 打开就打了沾上 所以它先打 嗯 白旗拖一下在底下 嗯 拖一下 其实 拖不拖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拖的时候 黑旗也没有别的办法 黑旗只能把你吃掉 对 只能这样吃掉 嗯 那么就是说这底下 眼见的白旗打了顶 肯定是有一只眼 还有拐打可以 嗯 白旗下面肯定有一只眼 对一只眼是毫无疑问的 嗯 如果说拐打你只能跳的话 那它拔掉基本上有先手眼 拐打它只能提 它不能跳 它可以提呢 目鼠和眼位都受伤 它是能跳 就这边就让你过去 你也过不去 你对方说拐打 哦 提 你要跳的话 它这种冲啊 它有断 冲断是吗 对 嗯 断在这儿 它冲了断 你要吃的话 它这种吃了力 你过不去 嗯 过不去 它硬杀你的时候 硬杀你的时候 都是不行的 你这招 白旗还要先出头 对 它先炒一个 黑旗又贴了 嗯 牢牢的贴住它 对 这个地方又是体现出这个邱骏的个性了 这个地方要是我下的 我一秒都不用就藏这个 而且这还有什么好想的呢 但是邱骏不一样 他估计这地方还想了很长时间 是 然后这个 这样下的 他的下巴肯定是需要想很长时间 是啊 要不然他可能下不出来 这就是想不到的 非常有个性的地方 是 尝一个就很舒服 简简单单就很好 但是不行 他非要在这个地方给你动一下劲 对 这个 这是我不太明白的地方 真的不太明白 他搬的时候呢 基本上黑旗也没什么好退的 因为如果说你搬的话 人家肯定是连搬的 你敢不敢连搬也不知道 你连搬 但是我这个断打出来 你这块鞋 如果长我就贴出来吧 对 我断打了可能要贴这个 哦 贴这个 是不是 是不是就好也不知道 但是他就这样长去 他确实是 他长已经够了 确实是便宜了 因为什么呢 你本来要长这个 黑旗投在前面 是的 你现在这样一搬过来之后 你投到他前面就 他便宜了 这个下面唯控的时候 谁投在前面还是很关键的 也就是说你黑旗只要不断 他总是便宜了 但是问题是 他肯定是要断 黑旗肯定是要断的 黑旗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对 他本来头可以飞出来的 然后你非要把这个头给摁进去 他绝对不答应 这个地方 究竟这个下方也是有点倔强的下方 是的 这也符合他的提风的特点 是的 跳一个 这跳一个是 你比如说你要从这边来 嗯 他是不是马上要冲断了 对 现在就要冲断了 他是怕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冲断很厉害 挡住 就断掉了 你夹不死他 对 只要你夹不死他 他一旦跑出来就要你命了 对 你看这你要硬夹的话就拐 不管哪边都不行了 如果这样子就最有打尺 对 对 肯定是一个烂包皮 你夹不住他 你夹不住他 你要只有跳的话 他就常是牵手 只有瓦斯 不管走哪个吧 那你上面两个就 这就看了一下 白气那边很厚 嗯 所以这个跳 必须要补 是的 嗯 然后跳 嗯 白气跳 嗯 他如果说单踢会怎么样 他不想站人家头后面 是什么意思 对 就是一直要想把脑袋 尝在别人前面 就像帅跑一样 是不是 你要领跑 你要跟在后面这个不舒服 你要这样 人家就一起尝 然后他牵 那他永远都查在你前面 嗯 那他当初的这个意思就 嗯 就不对了 所以他一定要跳 那跳黑气如果说长的话 这我没看懂 这是这个 我也不明白 我也没看懂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贴 他为什么不贴 他为什么不贴 要走到那去是吧 对对 他实际上他是走到这个管 但是我不太懂 他贴一个不 这能长吗 这长完了不回头 还是得补 因为贴一般是怕斑 但是这盘期斑的话 下不行啊 嗯 就冲了这一打 这已经刮了 你要干嘛就是有倒铺啊 哦 你要这样 这个你看这一倒铺不行 你只有这样搂 但是这个战斗 我认为 黑蟹也不怕啊 黑蟹 对 这飞下来 这黑蟹也 应该也 你不直接把它夹住了 你要直接夹 他冲断 反正冲断也不行 冲断我站在下 所以说 不明白他为什么 不太明白 不太明白 这个咱们得 到时候 对 如果王老师 碰到他们本人的话 那么感谢 为什么不贴 我 我推测啊 有可能他觉得 怎么下都好 他判断那样更好 怎么下都好 那我就下一个 你没想到的下法 是不是 但实际上 不一定好 还是贴比较好 还是贴出来 对 这白蟹下的也是很很诡异的 其实他如果说直接贴长 再贴再长 不也是一样吗 他跳一个 人家贴 如果你长不出来 你不还得粘回去 还是长吗 等于是一样的吗 是是是是 所以下的 两个人下的都很诡异 我觉得 当然这个我觉得啊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也可能啊 也可能推测一下啊 也可能是邱骏认为 下面是存在着活旗的空间 好好的 所以说你如果你要贴 我就先把这个头搬过来 然后你把我封住 我在底下一活 把你全部都拿下 存在这种可能性啊 他可能有一些他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对 有些变化我不知道 如果说这个 那这样的话 那柯杰就也不敢了 你要敢跳 我也不敢杀了 是啊 虽然说本来是摆出一步 要攻击 要杀白蟹的架势 但是你一旦真来 他可能也不敢 所以他就 他就拐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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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结果呢 确实 我觉得不能说就便宜 就会当初简单的长 也不能说就是便宜 因为黑蟹这多了一个子 对啊 本来这个地方 白蟹还存在穿线 有空间 现在这两个子也没法跑 现在跑不太现实 这个前路慢慢 确实 白蟹现在断了这 对对 这个 然后 这个很潇洒了一步 这个可以说明 可能 是不是 柯杰觉得形式还不错 柯杰他 走到这个也不知道 不太明白的什么意思 这个环境肯定是先跳出来 不知道王老师 您对柯杰的了解 是觉得他是一位 乐观型的选手吗 可能有的棋手他比较乐观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乐观型 我只知道他是非常个性的 很有个性的 很有个性的 非常强的一个棋手 因为有一次这个 国家队的选拔赛 你现在柯杰现在多厉害 没假都可以12年胜 对啊 胜利王 是啊 但是有一个国家这个青年队的选拔 竟然没打上 有一年 然后他这个因为没打上 一开始就吓坏了 输了个两三盘 就没希望了 心情坏了 心情坏了 比赛就不来了 然后第二天一看 没比赛了怎么还不来啊 他说给他打电话 他说我肚子疼 这一听就不对了 这肯定是借口了 是的 很有个性的一点 确实很有个性 不过他确实就是 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吧 就胜率特别高 然后今年当然是爆发了 就毫无疑问 但他之前并不是非常出色 他也是 正在维甲已经好几年了 你这个观点啊 我略有不赞同 他虽然那时候没有成绩 但是他的实力 其实早就认可了 你像我印象比较深 有一次在柯杰还属无名之辈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维甲12年生 那就问他采访 问石岳 问石岳的时候 你觉得谁比较难对付 石岳就说是柯杰 那可能他们之间交战比较多 所以他非常了解 是是是 我们就是旁观者 不太清楚 你都难对付了 对吧 石岳这样打高手 他觉得他难对付 那可见柯杰的实力是早已具备 是的是的 对 对 这不行我觉得是白旗这个问题手 这不行 首先就是 就不知道啥意思 意思就不明白 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价值 也供也供不着 这个也比较厚 也不怕供 要单纯从形状上来走 应该是走这个 走这个 所以我觉得讲来这还有希望能敞出来 飞过来是吧 你像他实在一飞过来 就把黑旗等于是两个断开 然后白旗连上了 这个后包出入非常大的 你走这个呢 你看黑旗这样一走 这样一走 这样一跳 等于是黑旗连上了 把白旗断开了 这个出入就比较大了 对 所以这个联通和没联通 其实区别很大 对 你会发现这些旗子 连维连通 这下起来完全不一样 在前不久 这个就是吴大师的这个给他纪念 百年寿成的时候 是的 就是杨正宁 杨教授的不就是说了吗 韦琪的有一个切断跟连接之间的关系 他就跟我们讲了一番比较深的这个理论 的确是啊 韦琪里面这个连接和切断 是它的一个基本概念 对 非常重要 所以咱们旗友下旗的时候也应该多多注意 因为你大龙被人杀的时候 一定是先被断开了 对 只要都连上那是很安全的 没错 其实这个连接和分段 我们听着就是特别简单 好像初学者都会 但实际上没有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如果说你能对这个连接和分段 像这盘棋当中 刚才王老师说飞过来之后 这个分段之后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如果有深刻的理解的话 那棋下起来就会不一样很多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战斗还刚刚开始呢 还早得很 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战斗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欢迎回来 我们正在为您讲解呢 是第二届百灵杯世界维系公开赛 决赛五番棋的第一局 由邱骏对阵科捷 那么刚才呢 我们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就是黑棋刚刚跳了一个 把自己连通了 就强调这个连通的重要性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个子现在换成白棋 这显然是白棋处在连通的状态 黑棋处在分段的状态 但是现在因为邱骏这不随手 现在这个重要的位置被黑棋占据了 那么现在就黑棋处在连通的状态 白棋处在分段的状态 对 这个出入是非常大的 这也是这番棋一个非常重要的专折 如果白棋占据这一点 那就完全是另外一盘棋了 白棋会非常厚 也容易下 没错 那么白棋刚才下了这个 按理说它的后续手段 应该比如说有点靠下来 嗯 但它现在靠好像 这意义也觉得不是很大 这颗子也没吃掉 因为靠 这棋处理的很容易 斑斑脱脱脱脱了 很容易就火了 嗯 这靠就 走不到木树 走不到东西 是的 所以白棋呢也 也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 因为下来应该试掉 嗯 这个就是想占你点便宜 就不知道怎么下的时候 就去试个应手 这也是一种战法 反正这个刺 我觉得百分之九十九吧 黑棋是不会沾上了 那是啊 特别说这个客街那么有个性的人 你想占我便宜 那没门的 那这不打值得商量 这不打就怎么讲呢 如果你要一打 那黑棋肯定是开心的 黑棋肯定是满意的 同时你这不刺呢 也就失去作用了 因为黑棋沾上之后 你就明显冲断不了 你冲断应该是有双脚吃 嗯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不打呢 这不打是吗 对 你比方说 你从这边倾下来 你不打 你肯定是怕人家尝 对吧 这个是另外一种思路 那我就再立下来 实际上 对 这个子如果是大吃吃掉 它还是挺大的 嗯 而且呢 就实际上黑棋肯定 这两个子你还没有吃掉 你要吃还得再打 对啊 打还没吃干净 我只要跑 这也可以跑 当然不会跑了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 价值是没有多大的 是的 如果你要黑棋肯定 来处理这个 那我再救回来 是不是要好一些呢 嗯 这是值得商量的一个 没错 话题 就是因为你这样走 肯定是比黑棋便宜 就我们平常都 是的 老有惯性思维 人家一挖就打吃 对 那对 所以我根本就没想过 说人家挖的时候 赶紧脱先看别的去 我提出这种下法的意见 我这个也不是 并非原创 这有版权关系的 这个是我们这个 罗喜和九段 这个齐方灵活组成 是啊 他说这个齐 你一打 你把黑棋肯定要打你 是吧 是啊 肯定这些便宜了 我从反过来 从另一个方向来如何 我觉得是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现在介绍给各位齐 嗯 这样 黑棋是非常愉快的 这等于这两个子都不知道干嘛去了 是 这个 这个要点 这个要点都被黑棋抢到了 因为黑棋走的每个子都很有用 它这个呢是把自己连通了 加厚了 这个呢 把这个地方补好了 本来是一个拆散的距离 有点薄看起来 是 然后 这是个实地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嗯 如果你要打的话 我再一立 这都便宜了 对 所以这个性小子也是 反击 不给你这个 占我便宜的机会 爬回来 开机场 还是瞄着这条 痛听大龙 嗯 呵呵 你这个不是被我分段了吗 我自己连上了 所以说你自己啊 你这是一个大柴儿 嗯 并没有连得很安全 嗯 切起来之后我还可以把你分段 在这儿 挡住 对 他就要强势的把你扣断 嗯 扣 这个 好像是赤裸裸的有点像 来吃齐的这个架势嘛 嗯 但是实际上 我们不是有句 呃 齐诀吧 叫做齐昌二尺 五眼自活 嗯 你要想杀二尺大龙的时候 一定得 一定得好好的思量思量 掂掂掂掂掂掂掂 这绝非容易的事情啊 而且也从局后来看 知道这个科捷这个下巴有点过分 哈哈 如果输的话 这就是他自己走上不归路了 嗯 那是不是还是挡过去吧 收收空 跳一个 把这个跳掉 这也不跳了 这个反正他也没几木齐 嗯 这样吃了也不大 嗯 就慢慢下收空 这个有点太火爆了 那 靠过来 是吧 这个挖着好手 嗯 单挖一个 单挖好手 如果说黑器打吃的话 那么他就挖不去 那他肯定是挖吃回来了 嗯 自己再打 然后再打吃一个 再打吃 那连得很安全 连得很安全 嗯 这黑器得到的最多糊进去 但那边还差一种鞋 现在这两个变成剑合了 是的 黑器 至少是 以你想吃齐的这种想法 你肯定不能买 所以 柯杰是 继续 嗯 继续非常 勇猛的 要吃这个邱俊的大龙 那这 他把这个先走掉 断了 看着确实很吓人啊 看着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忽略了 实际上 邱俊是暗藏有一个这个逃脱的这个手段了 也没有这一手可能真是危险了 哪里有暗藏的逃脱 这个 不知道各位旗友能不能发现 我没发现了 请教一下 展示这个 卖一个小小的关子 先留着是吧 不容易发现 确实挺隐秘的 可以提示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黑器的联络 实际上 有问题 没有那么安全 虽然看起来 你比方普通的冲 我打 你也断不了 对对对 你点 我沾 你也断不了 你一吼 我一吼 也能够领 但是这个地方 白器可以走这个 靠一个 走这个 你要沾上我这一冲 自然不行 你要冲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产生变数了 我可以冲这个 你必须得吃这个 然后再一提 我这一提 一走 再一打 接上 这地方产生一个截 全打截了 白器有这个后门 对 那白器也不怕呀 对 所以说我不知道 是不是科捷忽略了 这个 但是科捷就是以计算 检查 他的力量非常大 算得非常快 平时做死活题 就是队里面的第一 他做的特别快 都是他做队了 像 要同样做一道题 那我可能得想半个小时 他可能有十分钟 就做完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个话题 悬念 他是不是没看见呢 就不知道 所以 刚 这一拐车的时候 这个 收手了 科捷 没有敢继续追杀 是啊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没看见 可能性不大 秋军可以看到了 对 就是 看不到就死了 是不是动手的问题 看不到就死了 结果 科捷就这个 挖一个 放弃了 放弃了追杀 这个大龙龙 然后 把这 母给干掉 但是这个 转换的结果 我觉得 明显是 白棋便宜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了 一食 十五目棋 你为了吃这个 十五目 你付出了代价是 脚里被白棋走了 白棋守了个脚 有一种价值 这个提的价值 也不可小看 提完之后 这个一打一爬 你的脚就一目都没有了 那部棋本身就有十几目 再加上这个 很巨大 那黑棋 不是肯定是 做了一个赔本买卖 所以说 这个 现在这个形式 其实是白棋不错 那你就说 刚才还不如回头吧 对 还不如回头 走的一串也不便宜 猜想 可能科捷忽略了 这地方 白棋有靠 然后正想 痛下沙水的时候 发现 一压不对 这地方白棋怎么还有一个靠 然后再回头 所以是比较勉强了 他如果说 刚才黑棋要杀他的话 他是跳下去的 黑棋还是得提 黑棋还是得提 对啊 这不是有个演吗 黑棋还是得提 所以得提 然后就这边 让白棋做个后手演 他把这个后手演 灭了 这样杀他 如果说 没看见这个靠的情况 是这样想的 应该是 对 因为这突然之间 踩一脚急下车 自己也撞着 鼻青连肿 是的 黑棋现在冲断了 嗯 冲断了 这是一点小关子 手机 挡住 嗯 把这个虎一下 挡住 嗯 然后把这个打了 嗯 白棋打这个 这部棋 因为 呃 据我们这个 关键室的研究 是有点小问题的 嗯 这个其实 这个不太大 啊 巨大 这个不太大 实在是有点大 因为这个 光子脚都打了一趴 嗯 脚就 因为你扳 我扳 再扳一下 刚好就全都是没有解不归的情况 就十几目 然后之后再跳这个 这个就没大 就把这个收了 是吧 把这个收了 就这样 然后爬回来了 这样爬回来了 这样产生一个斑 和这个 当剑合 嗯 这样下 白棋 好像 黑棋 木树不足 白棋空还不错 是吧 对对对 爆吃虽然也很大 但是 实际上还是 稍稍这个 嗯 反正这个时候 科学就赶紧把这个起上 对对对 就不给你起回 对对 然后跳下去 而且这还 产生搜刮 我们一会儿 再接下两步就可以看到 对对 我们一再强调是那么的大 对 其实它这个跳下去也不是决心 嗯 你可以就是说 你非要不应的话也行 对 就一边一只眼 实际上它就脱线了吧 它是 它跳了一个 它是跳的是吧 对它跳了一个 嗯 然后它是把这个接了 对 然后它长到一下 可以把这个一接 这个接住是决心 这时候就浅现出这个 为什么这个跳大了 你为了做过这步棋 只能打在上面 你只能打 然后在这做眼 嗯 这个力就变成仙手 这心疼死了 是啊 这本来这十一步 本来脚里实木棋是白的 现在等于黑棋 倒过来 来了实木棋 嗯 然后这个子也不能小看 这个子也有价值 这个子之后使得一打碎 你这个粘不上了 对 是的 这还产生了这个脚里的 一系列手段 就这步棋本身也有 捆化也有实木棋价值 哦 二实木再加这一步 那接下来 巨大 就奔三十去了 那白棋这两手价值 有三十木吗 那可真是不一定 好像不太容易数出来 嗯 那可真是不一定 这三十木要数一块地的话 这大着呢 嗯 就五六三十 你会发现怎么 要围那么大一块空才有三十 是是是是 好像 所以说这个秋军 嗯 还是应该在上面把它给捕厚 哦 不退 对 这个不退的话 这地方又打 跑出来了 打了什么冲断之类的吧 嗯 对对对 冲断 因为天回去有个袜 嗯 它比较难受 嗯 它退一个 其实黑棋这两步下的挺厚的 嗯 然后白棋这个时候走这个 白棋得破坏黑棋潜力 嗯 黑棋呢想顺势 你不是飞一个要围这块空吗 我先吊一下 让你缩进去 嗯 这个是也挺贵劲的 因为这个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脚里的手段 黑棋这个是有挖的 嗯 这个你要拐是没有齐啊 冲没有齐 对是的 但是黑棋这个局部最佳的下方是挖的 它只能弯 它只能弯 虚打是吧 然后做这个 把这个搬上 先手搬过 这个手段 这个太大了 是非常开心的啊 嗯 先手搬过 当然这个也不是全都开心啊 因为有不开心的地方 就是本来你这边其实也是先手 但是这个要被黑棋 是的 白棋先手搬过 但总的来说这个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脚一下就变成黑的了 嗯 但是柯杰也很有意思啊 柯杰就不走 他不走 他搁在那儿 正常情况啊 这么大的棺子 我们还是应该走了 是 所以实在是眼看着 那么大不齐搁在那儿 又是先手 嗯 你不是走了都白走了吗 是是 你接下来该走哪儿就走哪儿 居然搁着不走 也不知道是 怎么想呢 但是柯杰也有可能神机妙散 他知道了 这个地方可能会发生某些故事 所以他故意不走 留着定型 挺有意思的 他走这个 是 然后白星一看这个太大了 我赶紧走了 白星一看这个太大了 白星一看这个太大了 实在是看得太大了 现在有了这个扳之后 你哇你就度不过了 这里了 嗯 就是这个扳 就是 这手手墓就插出十几墓去了 大概 是 最起码 小尖一个 嗯 描着这个卡车 再掀手 对 小心他断一个 你这个子要掉在外面了 嗯 跳 嗯 接上 然后这个时候他打了一个 嗯 然后这回 不再保留了 嗯 赶紧把新手走走掉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故事又来了 嗯 这个时候邱俊显然是 毒秒 因为邱俊起很慢 对对 这班级恐怕 在输手之前 可能这时间就 已经没什么时间了 嗯 但是 科技肯定还是大把时间的 啊 就像土豪一样的 说的就是时间 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一打的时候 这个 呃 邱俊就比较麻了 那毒秒的时候 对 就比较纠结啊 是 结果这个地方产生了 致命的败招 嗯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白鞋刚才搬的时候 黑鞋这里面 有没有一些 些许的手段 比如说这个 之类的 是不是可以成立 嗯 这个太妙了这个 这个就是想都没想过 但是 其实我之前也没想过 刚刚看到 但是似乎是不行啊 你尝到这儿吗 对 我这个 可以 冲退 冲退 我应该可以尝到这儿 然后接上 你要接上 我在 是什么 这个 你搬哪个 一搬 那好像刚好不行 那我铺吗 也不见得 你这还有铺 你这也 还有铺 非常的 棘手啊 这里可能是有棋的 这里 这一铺 如果要提的话 这得一打 有结 有结 哦 那你这不行 是不是他们都忽略了的 好 好手呢 嗯 但是走这儿有个问题 就是白鞋搬的时候 我好像只有先卖掉 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先断的话 被打了就没齐了 我只能先 这些先走 这些很痛苦 人家就说你厉害 浮了 其实也没什么便宜 对对对对 可能还打那个算了 是是是是 那也没什么便宜 对不起 人家黑鞋搬一个便宜 是 所以他实战打那个了 也许他可能看见了 这一系列的变化 就算了 这是不是 这是一个邱骏这个 棋风那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问题啊 就是所谓剑勇双刃 邱骏平时的棋风是非常强的 就是 属于是 平时绝不肯那个 轻易退让的那种 是 就能前进 绝不退让 特别适合于冲锋的这样的 选手啊 就是这个地方 你打我 为什么一定要跟你赢 对啊 虽然说其实 为什么要回去收气呢 这种是吧 黑鞋的权力 黑鞋现在不打 你也搬不动 人家只不过就提前兑现 他的这个权力了 你不行 他就确认 非常倔强 不干 不行 我这个非得不跟你走道 结果他就 就下出这一步棋了 本身这一步棋局部 可能还挺厉害的 黑鞋 你看黑鞋如果 他如果打下去的话 如果打了 这个地方你吃不掉我的 这个地方 我这煎完 我这一 挺讨厌的 我这打了吧 我这一扒 然后再一扒 这已经出问题了 你要顶我这一扒 然后就再一断 你是吃不掉我的 对 这黑鞋被吃了吧 黑鞋被吃了 所以这局部点还挺厉害的 但是这个问题 是这个地方 秋鞋忽略了科技这步架 对 秋鞋忽略象图是这样的 他以为冲 退一个 然后他提掉 对吧 然后一沾 他打一个 就是这样的 是的 这样就是不当二十目棋 那么秋鞋选 你这个二十目 那我那两手 可怕不止二手 这个买卖划算 结果他就点了 但是这个 没想到 非常遗憾 他这个没有看到这个科技这步二十目棋 对 这一夹之后 如果沾上 这鞋可以镀在这里 嗯 这个局部是结 这个白鞋是承受不起的 白鞋这个 这个大脚 实在是 打结 你这一打开来 这局部是个结 你承受不起 哦 所以你不能沾 你只能 立 立下来 那他再沖那个时候 你又不能沾这边 因为被黑鞋先夹了一下再沖 就漏了 你只能沾这个 这两个被连鞋吃了 等于是黑鞋最大限度吃掉 不用收起 而且这部夹呢 还没怎么损 因为讲了这黑鞋一挡 里面还有收起 你要一虎的话 这一煎这里面还有收起 还有收起 所以这个还不怎么损 又白把你这个吃了 也就是这个价值 有本来二十目不到 半成变成这个奔三十圈 一下子这个 十目鞋收益没了 这个形势一下子就 就修进就 就 肯定是不对了 就紧张起来了 如果原来没下这个点 他就老老实实补一个的话 其实他老老实实补一个 心平气和 是你的就是你的 其实这鞋 白鞋一点都不差 黑鞋全盘大概也就六十了 不急 白鞋也有六十来不急 黑鞋在这个地方的 外中央 对 围出个贴母 挺难的 对 人家头都到这了 是 对 你在底下还薄着那两个拆二 是吧 但是千算万算 他就没有看到 世界上二五下 这总是有漏算的时候 然后再拼搏 这个就很难了 这个鞋 长 你又搬不断 对 搬断 那一段就接下来 搬不断 没得走 嗯 贴回来 然后人家长 然后靠 这场显然是有点焦躁的 这正常的情况只能 这正常非收空 只能这样 是的 这长一个还想威胁黑鞋 但是他自己现在其实是有问题的 嗯 黑鞋先尝一个 先试探他一下 嗯 这脚里白鞋实际上是出现问题 不活了 他脚没有近活 嗯 白鞋飞一个 在这儿先 对 然后黑鞋那现在也很稳当 这个要点 这个要点 你不然不走 白鞋一搬 你一拐他一搬 一个楼包就连上了 对 现在他自己还产生火鞋了 嗯 这讲来他一走就 黑鞋一挤就活了 对 然后他先把白鞋 等于说你刚才搬 连斑度过的后路给你切断了 嗯 然后自己呢 等于是跟跑回去的意思是一样的 我先试你一下 你要不要破我这个挤 我挤个不是活了吗 嗯 那白鞋呢 他要奋勇的苹果 这边这个损失太惨重了 嗯 可以 冲一下 打 接上 然后挡一个 这个脚里 这是著名的一个形象 所谓的小时候开始学习 就是 这是小猪嘴是吧 大猪嘴 大猪嘴 怎么杀 嗯 就搬点杀 搬一点就杀了 你现在学习的孩子肯定都会 嗯 所以这个白鞋只能立 这样教你结伙 对 白鞋 黑鞋搬了点 或者点 对 搬加一个也是结伙 搬点也是结伙 这是结伙的方法 现在是起码有两种 是 那么白鞋现在立下来之后 黑鞋这边 黑鞋逃跑 也不着急先结伙 嗯 因为这个地方黑鞋现在收获很大 这边白鞋必须得吃点东西才行 白鞋捡捡的全都让黑鞋跑了 控制不够了 是的 然后白鞋再挖一个 黑鞋呢也下得很稳的 他先小尖 小尖这个 小尖的意图就很明显了 小尖呢就是 三倍了你这个地方把黑鞋断开 那接下来下一种就要急杀你了 就要打结了 如果说白鞋 你胆敢把这边都吃了 比如说这样吧 这个吃的虽然吃的大一点 但是吃的不安全 而且待会结很多 嗯 这个鞋肯定得 恐怕是对老老吃说 你结材为主 但是问题是 现在控黑鞋也没差特别多 你即使把这个吃了 黑鞋控也不太特别多 但是你现在结材 比如说黑鞋这样一冲 白鞋肯定是不能补的 你要补了不够了 那现在你总一会儿 黑鞋就变成无忧结了 那这个白鞋吃不消 嗯 所以说这个邱俊也没办法 这虽然明知道 这个 一定要沾上是吧 都拼命了 现在都可以 那个 都想象的到了 那邱俊肯定是 那个表情很痛苦 是 这儿怎么没看见这个家 这一下幕术差多少处 其实平时下棋呢也是特点 就是表情特别丰富 但是他这个丰富 一般来讲 他特别痛苦的时候 肯定是 他行事很好的时候 对 他是在替你痛苦的 你这个 哎呀你这气不太好 已经很难办了 所以一般 表情很平静的时候 那这时候 其实行事已经不行了 知道自己没办法 所以大家不要凭这个 普通的表情 来判断一个人行事的好 对啊你要是看着邱俊下棋 发现他好像是很难受啊 抱着脑袋 酷酷酱 然后就说他行事不好 那你可能就犯错了 对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真 那个事情的真相 可能是相反的 实际上行事还不错 而且我发现 有这种习惯的棋手 挺多的好像 嗯 但是这也说明 他们当时是完全沉浸 在这个棋盘之中 对是的 他很享受那个过程 对 不过两望的那种地步 所以很享受这个棋 现在黑棋在这打吃一个 要求把这个连回去 然后这个虎 然后把棋 这个要 黑棋要跑的话 把棋肯定是空不够了 对啊这一串全连出来了 而且回头这都 连回来都是先手 在这儿 把棋挤了一个 黑棋再顶打 对黑棋这不能粘 这一粘被就全吃了 对 一粘的话 有可能被打下去了主要是 好 再给人提掉 提掉再爬回来 好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嗯 这个早先前啊 邱俊也在做活的时候 他没扳 先扳掉 这其实或许还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变数 如果说这两个交换了 小小的变数 嗯 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变数 但是你比方说 现在交换呢 这一挤的时候 他这就可以打上来 他接上 他就不活了 他不管走 接上就不活了 但是黑棋没有那么 他肯定会打结 是 然后或许有点小小的变数 但是也不行了 因为黑棋 白棋没有劫财 对 他的劫财可能不足 是的 但是这个邱俊在忙碗之中 这个急也没办 也没办 没办 那人的急 那黑棋变成静活了 走成这样了都 嗯 能活在这儿了 已经变成静活了 怎么都不够了 那这个棋就 然后 这其实摆不摆 也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这个脚还欠意打结纱在那儿 应该把这个走了 嗯 是的 我们就把这个棋图 完整地呈现给大家吧 然后他把这个冲断 冲断 他把这个打了一下 他如果说你接上的 我这打还定回来 这个 现在还不说那个脚了 就是外边已经 先把你搜刮一通 然后这个脚 到时候再说吧 打不打结的 脚已经不用打了 嗯 所以这棋邱俊 即便是邱俊 这么顽强的棋手 是的 也最好认输了 没错 那么最后 这盘棋呢 就是以直黑的柯杰 中盘胜而告终 这样百灵杯的第一局呢 就是柯杰一比零领先了 那么这个是五番棋的胜负 所以第一盘棋呢 相对来说还比较早 所以不着急 这邱俊后面 还有搬回来的机会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嗯 其实这个 就打吃的时候 白旗肯定是已经不行了 对啊 如果说他当时肯忍一下 这个党过来 也还不错 是吧 对那时候盛火还早 嗯 你像现在这些 其实 又不是现在实在是 没有办法下了 比如说这脚里是火起 那可能邱俊还要再 邱俊还要再继续再挽抗 但是因为这个 扣已经不够了 那个 还有结活 实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嗯 所以说 对 极好认输了 虽然说很不甘心 确实 这下的是 这个是霸凌后啊 能进入决赛的舞台 也很不容易 所以 嗯 好 那我们今天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